2022年8月4日,七夕节这天,亿万富婆陈美凤大胆认爱,官宣了自己的新恋情。 值得一提的是,陈美凤今年已经66岁了,她的新男友还不到40岁,两人相差了30岁左右。 然而,单从照片来看,谁能想到照片中这个看上去气质过人的女人已经有着66岁高龄了呢? 尽管陈美凤年过60,可她的身边依然追求者不断,而且那些追求者的年纪全都比她小很多。 更令人诧异的是,陈美凤竟然还和罗志祥、邱泽、严成旭等人传出过忘年恋。 那么,被称为台湾最美欧巴桑的陈美凤究竟有什么魅力和秘诀,能够吸引一众小鲜肉对她倾心不已? 虽说陈美凤不是什么一线明星,但在圈内也算小有名气,而且陈美凤也很有头脑。 拿着赚到的钱四处投资,经过多年的发酵,资产翻倍。 摇身一变从寒门养女变成了亿万富婆。 自从陈美凤有钱之后,她身边的追求者就没断过,而且大多数都是比她年轻的小鲜肉。 因此,外界质疑她的追求者是为钱而来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有钱有盐的富婆谁不喜欢? 其实,就算陈美凤没有钱,但是靠着过人的美貌,她也不缺男人追求。 早前,陈美凤刚入圈,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,就谈过几次无关物质的恋爱。 1976年,凭借选美比赛入圈没多久的陈美凤,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,名不见经传,迷茫不已。 正当此时,一个叫徐福庆的男人,猝不及防地闯入了陈美凤的世界。 徐福庆是美籍华人,比陈美凤要大十几岁。 两人在一次活动中相识,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 彼时的陈美凤才二十岁,而徐福庆已经三十多岁了,追起女孩来很有一套。 于是乎,涉事未深的陈美凤经不住老徐的花言巧语,投入了她的怀抱。 徐福庆是陈美凤的初恋,因此陈美凤对这段感情很上心,她从不分你我,有好东西,总想着和男友分享。 可惜,陈美凤的痴心换来的却是徐福庆的抛弃。 徐福庆回到美国之后,在那边有了新欢,对陈美凤的态度冷淡了很多,这段感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。 分手一年后,陈美凤走出失恋的阴霾,她把心思投入到工作上,全力打拼事业。 事业暂时还没起色的她,倒是先收获了新的爱情。 1977年,21岁的陈美凤在工作时结识了刘尚谦,两人发生了一段美妙的情缘。 刘尚谦和陈美凤一样,都是台湾艺人,不同的是,当时的刘尚谦名气要比陈美凤大得多。 陈美凤和刘尚谦年龄相仿,兴趣爱好一致,外形也极其相配。 才子佳人会暗生情愫,惺惺相惜,也正常。 但可能是受到了爱情滋润的缘故,人逢喜事,精神爽。 陈美凤时来运转,她的事业开始有所好转,稳步上升。 两人交往了几年后,刘尚谦向陈美凤求婚,希望她能嫁给自己,但出娱乐圈在家相夫教子。 当时的陈美凤事业正处于上升期,才二十多岁的她不想这么早退圈嫁人,于是拒绝了男友的求婚。 后来,两人各自为事业忙碌,聚少离多,加上陈美凤一直不愿意结婚,最终渐行渐远,走到了分手那一步。 结束第二段恋情时,陈美凤洒脱了不少,没有像初恋失恋那会儿那么难受了。 至此之后,她和富商有过短暂的露水情缘,也交往过一些比自己年龄小的男人,但都不长久。 情场得意,事业失意,事业失意,情场得意。 陈美凤反反复复在情场和事业徘徊。 1997年,陈美凤受到邀约,出演了台式版《水浒传》。 此剧播出后,她拿到了第32届金钟奖连续剧《最佳女主角》,稳固了自己的地位。 也是在这一年,陈美凤在和朋友聚会时,见到了分手十年的初恋男友徐福庆。 再次和初恋男友相见,陈美凤感触颇深, 昔日的甜蜜画面像放电影般在脑海里放映。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难忘的人,陈美凤无意对徐福庆还有情。 旧情人相见,画面出奇的和谐,两人把酒言欢,侃侃而谈,聊这十年的经历,聊自己过得怎么样。 经过聊天,陈美凤得知徐福庆结了一次婚,和妻子感情不合又离婚了,现在独自带着两个孩子。 九过三旬,陈美凤和徐福庆百感交集,觉得是缘分让彼此再度相逢。 于情未了的二人旧情复然,重新走到了一起。 此时的陈美凤虽然已经41岁了,但她也没有着急结婚,毕竟现在的她已是亿万富婆,完全可以自给自足,不用靠男人。 更何况,徐福庆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不久,她也不想逼男友娶自己。 如果真的有缘分,修成正果是迟早的事情。 事而复得,让陈美凤更加珍惜这段感情。 陈美凤不仅对徐福庆掏心掏肺,出资给她买房,买车,开公司,而且还爱屋集屋,对男友的一双儿女关怀备致。 从没当过母亲的陈美凤,为了男友学着怎样去当一个合格的母亲,对男友的两个孩子势如己出,悉心照料。 知道徐福庆经济比较拮据,陈美凤二话没说,甚至还替她支付给她前妻的赡养费。 不知是被陈美凤感动了,还是说想从陈美凤这里捞到更多好处。 七年后,徐福庆终于提出了结婚。 2004年,48岁的陈美凤和年近60的徐福庆在美国秘密领证,结为了合法夫妻。 结婚后,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陈美凤继续在娱乐圈打拼,经常两边飞。 陈美凤虽然觉得辛苦,可一想到丈夫和妓子妓女,她瞬间就充满了动力。 可对一个人太好,就会让她觉得是理所当然,不会珍惜。 陈美凤在外面打拼事业,而徐福庆却因为忍受不了长期分居两地的寂寞,在美国养起了小三。 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邪。 徐福庆自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,殊不知他出轨的事迹传到了陈美凤的耳里。 陈美凤得知丈夫出轨,悲痛万分,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,她替自己不值,替自己悲哀。 她丢下手中的工作飞回家质问丈夫,想给丈夫一次机会。 没想到丈夫破罐子破摔,不知悔改,两人因此起了争执,徐福庆还动手打了陈美凤。 无怨无悔付出一切,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 这一次,陈美凤没有选择隐忍,而是决定离婚。 令人气愤的是,徐福庆为了多分财产,竟然还不惜对付公堂。 好在最后,陈美凤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大部分财产。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这次失败的婚姻,让陈美凤对婚姻和爱情失去了信心。 往后,他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,学会了及时享乐。 与其低声下气讨好别人,不如做自己的女王,让别人讨好自己。 反正杰有的是钱。 因此,往后陈美凤再传出恋爱的消息或者绯闻, 那些绯闻对象几乎都是比他年纪要小很多的年轻帅哥。 首先,和陈美凤传出绯闻的不是别人, 正是如今人人喊打的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。 不过陈美凤和罗志祥传绯闻那会儿, 罗志祥还不是时间管理大师。 陈美凤和罗志祥认识的时候, 罗志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黄毛小子, 两人本来是没什么交集的, 两人是在一次节目中相识后才开始熟络起来的。 罗志祥长相还算帅气,唱歌也不赖。 更重要的是,他的小嘴跟抹了蜜一样甜, 把陈美凤哄得没开眼笑, 还认了陈美凤做干妈。 当时,罗志祥认陈美凤当干妈的时候, 把应该有的仪式都走了一遍, 看上去还挺隆重的。 有了这层关系, 两人的感情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。 陈美凤经常和罗志祥一起出席活动, 罗志祥也时不时会给干妈送礼物。 也许是行为过于亲密, 不知道避嫌。 有段时间, 陈美凤和罗志祥传出了母子恋。 至于罗志祥和陈美凤的绯闻是真是假, 那就人者见人, 智者见智了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, 像罗志祥这样的人品, 估计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 和干儿子的绯闻热度还没过去, 陈美凤又和大帅哥邱泽传起了绯闻。 2017年, 陈美凤和小自己25岁的邱泽传出了绯闻。 两人多次同框被拍, 行为暧昧。 每当媒体在陈美凤面前提及邱泽, 陈美凤就害羞地说自己就是邱泽的粉丝, 很欣赏他的才华和身上独有的气质, 也很喜欢他的为人。 面对陈美凤如此赤果果地表白, 邱泽的回应也很耐人寻味。 他表示年龄不是问题, 只要聊得来就行了, 似乎在默认着什么。 一时之间, 陈美凤和邱泽的桃色绯闻被传得沸沸扬扬。 本来陈美凤和邱泽的桃色绯闻就已经让人大吃一惊了, 可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和严承旭的花边新闻。 2020年, 陈美凤发文表示严承旭是自己的小太阳, 并且附上了两人的亲密合照。 在合照中, 两人脸贴脸, 幸福满意, 配文也极其甜蜜。 正因如此, 爆出了严承旭恋上大自己21岁女人陈美凤的绯闻。 不过陈美凤和严承旭的绯闻犹如昙花一现, 来得快, 去得也快, 传着传着就没了下文, 人们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情。 2021年, 65岁的陈美凤再次激起水花, 只因他自曝自己被已婚记者骚扰, 苦不堪言。 除了已婚记者之外, 陈美凤身边的追求者就没停过, 而且那些追求者年纪全都比他小很多, 这让陈美凤很烦恼。 2022年七夕前后, 陈美凤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和新男友的合照。 男方是圈外人, 比他小30岁左右, 陈美凤搂着小男友一脸宠溺。 不知道小男友是看上了陈美凤的钱还是盐, 不过拥有像陈美凤这样高颜值的富婆, 看起来小男友的选择也十分的合理。 谁说只有男人喜欢年轻长得好看的, 女人只要有钱, 照样喜欢年轻的。 或许, 66岁的陈美凤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年轻的追求者, 除了超能力作祟之外, 保养得当也是他吸引异性的一大优势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 记得点击订阅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